好的 你正站在地铁的自动电斧梯上行 全神贯注于读书 几乎错过了该踏出电斧梯的位置 你保持平衡 然后迈出第一步 但却没有迈出第二步 有东西正拽着你的右脚 你转过身来 你最糟糕的噩梦就来了 你鞋带被卡进自动电斧梯里了 人们开始摔到你身上 然后你失去立足点 仰面摔倒 又有几个人从旁冲过去 怒气冲冲的喃喃自语 但随后你感到有人把手放在你腋下 然后你被拉了起来 帮你的人拍了拍你 指着你的右脚说 把他脱掉 你保不住他的 什么脚 但接着你才意识到他说的是运动鞋 你迅速照着他告诉你的脱掉鞋子 然后揭了只运动鞋 终于自由了 现在让我们回去搭自动电斧梯吧 想象一下你坐在阶梯上 顺便说一句千万别那么做 并穿着没有塞进裤子里的宽松衬衫 你等到自动电斧梯开始变平坦了 然后才站起来 好的 至少你试着站起来 当你这么做时 你会觉得领子被一阵猛拉 然后让你失去平衡 电斧梯已经吃光了你的衬衫下半 同时迅速把你拖到 你试着挣脱听到布料撕裂的声音 但却意识到自己翻按不到 直到也能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同时扶梯停止为止 你仰躺着 头发就在离阶梯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好的 下饱了吧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自动电斧梯基本上是由一组链条所驱动的皮带 自动电斧梯有两组齿轮 分别位于顶部和底部 链条会被拉到两侧的齿轮上 当齿轮依照电动马达轮转时 它们也带动了链条 阶梯安装在两侧的链条之间 每个阶梯都以设定的间隔固定 并随着整个系统一起移动 由于链条在齿轮上是成一个圈的 因此楼梯也必须成一圈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动电斧梯是条皮带的原因 当你看到自动电斧梯的顶部和底部阶梯变平时 它们实际上只是向下移动而没有改变其形状 稍后或几分钟 它们就会重新出现在移动阶梯的另一端了 自动电斧梯具有多种功能 使得它跟一般楼梯不一样 首先它移动 废话 感谢明显队长啊 其次自动电斧梯的阶梯更宽 使得它们站上去会更舒适 第三它们更高 以便能轻松地走出它们 你可以看到皮带的末端并为离开做好准备 自动电斧梯的阶梯上也有凹凸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收集一体 这样你就不会再雨天滑倒 另一个则是让东西更难卡进最后一级阶梯和平台之间 你可能会注意到在平台边缘也有类似的凹槽 它们与阶梯上的凹凸交错在一起 不让任何东西卡进去 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你可能会看到垃圾躺在那里的原因 交错护锁的凹槽把这些东西给过滤掉了 尽管如此 你的鞋带或衣服还是有可能被卡在里面 尤其是如果这座自动电斧梯是旧款的情况下 细缝可能大到刚好能塞点东西进去 这就是为什么还要采取两项安全措施的原因 一项是被漆成黄色的阶梯边缘 这种颜色很容易在黑色或深灰色的阶梯被看到 另一项则是就在你即将离开电梯的时候 在阶梯之间自动电斧梯下方发出的绿光 这道光会警告你步入室平台就在附近 所以如果你对它的光芒视而不见 那就是该停止阅读那本书的时候了 为了你的安全而增加的另一件事 就是自动电斧梯侧面的刷子 这个刷子拿来清理你的鞋子很方便 但它其实目的是让你的脚别太靠近楼梯栏杆 当然移动的阶梯不能总是与墙壁摩擦 因此它们之间有个空隙 如果一根鞋带或一件衣服进了那道空隙 结果可能很糟糕 由于大多数人不习惯一直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趾 刷子也被安装在细缝的正上方 当你用鞋子触碰到它们时 你会感觉到摩擦并听到噪音 这就在警告你要离边缘远一点啦 最后自动垫幅梯的速度也是一种安全措施 这些机械装置大多数都是爬行式的 在大多数国家甚至都还有自动垫幅梯的礼仪 你站在阶梯的一边 让那些想走的人从另一边通过 事实上如果履带的速度再快一点 那么就会发生更多的事故 人们就会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而从楼梯上滚下来 而且如果你尝试踏上一个特别快的自动垫幅梯 你就会知道自己抓住时机并跳上去 本身就是一种刺激 最后有时操作员必须在紧急情况下 停下垫幅梯的移动 即使在很慢的自动垫幅梯上 你也要紧紧抓住扶手来保持平衡 如果它移动得很快 你很可能会抓不住 同时向前摔倒 不然就是后面会有人把你撞倒 顺便说一下 垫幅梯的扶手很厚 而且是由橡胶制成的 因为它们必须是垫绝缘的 以防垫到你 这种橡胶是一种不仅不导垫 而且还是耐磨损的材料 这样你就知道了吧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